嗨大家 是不是又到了真理衣柜 发现有很多衣服没有穿到的时候了呢 特别是那种已经穿了好几年 失去弹性 或者是根本就不合身 本来只是想要当居家衣服穿 就是越穿越松越大件的这一种问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把这一件比较宽松的上衣 改造成比较合身 适合穿出门的上衣 外加因为已经失去弹性 所以另外给他做了一个前开筋的设计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改造吧 原则上就是反反过来 像这样子 反反过来之后 会有这样子的缝线 就把缝线全部剪掉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 前板背板各一个 然后还有两个袖子 然后剩下来呢 就是这些东西就全部都可以剪掉了 再来就是先把这个袖子放旁边 现在我比较喜欢的这个 比较合身的版型 这一件衣服的弹性还蛮大的 相较于这一件 所以在剪裁的时候 两边再多留一寸 来确保它的弹性是足够的 然后我希望这个图案呢 在我的正胸前 在这里 所以 大概是这个高度 这边已经失去弹性了 所以我比较倾向是 拆掉重新做 然后我还想在前面做一个开筋领 一个小小的 模板在这里 就是想要做一个像这样子的开筋 弄到图片也没关系 所以呢 我们来做剪裁吧 没有剪得很完美 但没关系啦 我们来剪前板 比较好剪裁的方式 或许是直接对半折 对折的时候 我是以前面的图案的边界 来做基准 作为模板的那一件 我比较喜欢的上衣的版型呢 也是一样 在中线的地方 做对折 然后描绘它的边 因为这一件上衣 那件比较旧的上衣 已经失去弹性了 所以 在左右两侧的缝线 我多留了一英寸的 算是给自己 比较宽容一点的空间 我就重复同样的步骤 把背板也剪好 袖子当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正面对正面来剪裁 这样才会是对称的 通常后面的布料会比较多一点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 可能布料之前已经被拉扯过了 所以有点变形 先确定一个中线 16发这里 这边是中线 保留它原本的这个收边 然后因为是弹性布料 所以要非常小心 不要去做过度的拉扯 不然它就 它就不是原本的那个形状了 剪裁完之后 我再要结合前板的地方 做了一个记号 这边的公司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想要做出 一寸的这个前开筋长度高度是Y的话 这一个中间这块布料就会是六倍的这个宽度 乘上这一个高度再加一寸 也就是说中间这一块布料 总共会是 我刚说四嘛 所以是五 所以是中间这块布料会是六乘五的一块布料 最长的也就这样子而已 对 布料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长根块一定要对准 我已经没有办法拼接再拼接 所以我决定要用白色 这样可以刚好跟这个颜色做对应 我本来是要用白色布 可是后来觉得白色布配起来非常的奇怪 唯一找到最接近的布料 就是这个非常深的黑色 但好像也是没有很搭 不知道做出来的效果会不会很奇怪 希望是不会 到时候如果真的很奇怪 再来想办法好了 都已经剪了 剪出了这个前开筋多余的这个布料 是六乘于五 宽度是六 高度是五英寸的这个长方形 我在后面烫了一个适合弹心布料的布秤 我还另外剪出了一条 这个是到时候要做这个领子的 先来做这个前开筋 先把布料的正面对上正面 然后不要挤中线 对齐之后呢 因为这边会有一个弧度 所以可以稍微往上一点 这样子 大概往上八分之三英寸 大概是一公分左右 这边先缝一个U字型 做记号的方式是先对折 找到终点之后 把上面前开筋的这个矩形布料 终点对终点的 正面对正面的 对齐在一起固定 接下来在中线的位置上 往左右各画半英寸的记号 那么两边加起来就会是一英寸 下缘缝线的位置 也就是那个横线的位置 我是画在一寸左右 但原则上就是不要少于半寸 接下来就是要沿着这个记号 封个U字型 然后我们要沿着中间这条线 沿着中间这条线剪 剪到快要到底的时候 大概1公分1.5公分的地方 这边剪三角形 要很靠近这个角落 但是又不能太靠近 我觉得这个很难拿捏 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把它塞进去 非弹性补料的话 应该是建议 可以把这个角落重叠的部分 先用熨斗躺过一次 好这样你就会有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开口 接下来就是要把缝份 往外面里面 往里面推 这边一寸 剩下来的呢 往外面 折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看你要 左边在上面 还是右边在上面 然后两边都往内折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会先把 这一个多余的布料这边 先处理一下 然后往上固定这里 先缝这个 跟三角形一起固定 这样子呢 翻到这边 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小缺口 颜色真的很奇怪 但原则上就是这个做法 然后我们要缝的时候呢 是缝在这个边界的小沟槽里面 看不太出来 这边比较明显 这边比较明显 但原刊应该是还好 然后就把这边裁平 然后里面呢 就用支支形把这边一口气收起来 接下来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拼接在一起了 首先是肩膀 先结合 结合之后呢 袖子 然后再把下腋下的部分一直到两侧缝合在一起 加了一些松紧带在这边可以预防它在过度拉扯变形 肩膀都加了这个 然后是在背板上 就是前板 这样等一下在缝袖子的时候 它压下来 它就不会磨在皮肤上 让肩膀不舒服 那我们来做袖子 前板 背板 正面 对 正面 前板 对 前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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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袖子跟袖子口会有一个差距 短短的差距 有时候是一寸两寸 有一部分就需要被拉扯 或者有另外一部分需要被剪短 在英文叫做Ease 所以像现在我的袖子就显得比较长 比袖子接口还要长 所以我做了一点点拉扯 那它们其实就可以对齐了 就是正常的现象 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觉得还蛮夸张的 想说 我就已经照着直行箭啦 为什么还可以擦那么多 但事实上不是 在接缝这种有Ease 有一些容许空间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这样翻译有没有正确 但尤其是袖子或领口的时候 尤其碰到弹性布料 最好的做法就是 在找到中线对齐之后 先固定两侧 两边对齐之后呢 再来平均分散中间要对齐的布料 把袖子的弧线接缝上去之后 就可以处理腋下到两侧的缝线了 跟刚刚袖子一样把所有需要对齐的缝线 先对齐之后 在顶点端点的地方稍微固定 再来分散中间必须结合的布料 接下来就是下领口 还有下摆了 下摆就直接用车边机吹一车 然后往上翻折1.5公分 或者是五分之八英寸 然后缝平针 我给弹性布料的那种闪电性的针 然后上面 刚剪了这个 这个做法就是先缝正面 然后留半寸在这里 然后固定在领口这边 正面对正面 我刚刚先固定了背板的中线这边 然后现在要来固定前板的中线 也就是前开筋这里 好固定之后再来分摊 然后会跟刚刚袖子的状况是一样 会需要一点ease 所以稍微轻轻拉扯就好了 然后平摊开来之后固定 这样它等一下才会服贴的 服贴的在身上 不然它就是会变成利林站起来 因为连接胸口的脖子那边通常会比较宽嘛 然后脖子比较细 相对于胸口 所以会需要这样子比较服贴的感觉 这样子这边被拉长就是比较大 这边被拉 这边没有被拉扯 所以比较小 就是有一个缩口的感觉 好先固定 最后会做出像这样子的东西 前开筋 领口 衣服的正面 像这样子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缝分 多余的布料 处理的方法就是 让它正面对正面 像这样子 然后呢 就把这个一寸的缝分 缝合切齐 等一下 缝完之后呢 缝完之后呢 反翻 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干净的领口了 希望大家是看得清楚的 然后最后我们才会用侧边机收这边的位 所以在做这个之前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领口前面正中间的这个缝分 先缝合起来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哇 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布料剪掉 然后反翻 我没有烫不称 虽然说好像可以烫 但我已经懒得烫了 哈哈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缝分全部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用车边机收尾 上面这一圈的缝分缝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 往下翻折 在这个接合的边上缝一条平针 或者是适合弹性布料的这种散电型的针 然后下面我也车好了 只要往上翻折 然后学袖子口的这个收边 大概是0.5公分0.4公分的这个宽度 八分之一寸的这个宽度的两线双线缝 来收尾 这样这一件就改好了 嗯 事实上是不用先用车边机车边的 它自己也会形成一个收边的效果 多此一举 但下一个project就知道了 来看一下改造前睡衣般的模样 还有改造之后 领口虽然有点松垮 我想应该是没有算好 我应该要用的长度 但是结果上来看我觉得还蛮满意的 至少现在我可以穿它出门了 它就不会一直躺在我的衣柜里 好 今天这集就到这里 对不对 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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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